别人发你消息一定要回,若有事忙就直说,若不想回请拒绝,用别人的时间和焦虑成全自己的任性,真的很没教养,这里整理了40条人计交往技巧,希望你越早知道越好。 01别人给你发消息一定要回,就算不想聊也可以告诉他,哪怕是用表情或者标点来维吾表达,不回消息不是高冷,是没教养,02多吧你听懂了没,化成我讲明白了没,03稍微一清静就口无遮来的毛病必须改,04不要试着用自己的秘密去交换一个朋友,05圈子不同,不必强容。 06别把秘密告诉风,风会吹过整片森林,灵机和谁都别说得太快,不要以为刚开始话题一致,共同点很多,你们就是相见恨晚的知音,语言很多时候都是假的,一起经历的才是真的,08人全部应该说的话,背后也别说,09用谢谢你代替谢谢,虽然只是多了一个字,但是诚恳很多很多,神, 一个女生在男生堆里受欢迎,说明不了什么,如果带女生堆里玩得开,那是真厉害,11个整天小兮兮的女生,永远比一个忧郁的女生来得讨喜,12别人在睡觉的时候,要懂得安静,13不要没经过同意,就随便看别人手机, 14别人拿手机给你看照片的时候,你好好看着就行,不要手间划下一张,15有两种人值得信任,二话不说借你钱的人,信手承诺还你钱的人,16逢人只说三封话,不可全抛一片心,17大多数人口中的怎么了,只是满足好奇心, 并没有要帮助你的意思,18打破别人的喜悦,是一件很没礼貌的事情,你们应该都有体会,19在拒绝这件事上,越简单越好,明明是别人需求自己帮忙,解释半间变成自己亏欠了别人的感觉,帮得上,想帮就帮,帮不上,就拒绝, 人际交往,简单明了,有时最恰当,懂得拒绝,才可以洒脱不纠结,二十哪怕你遇到高富帅白富美,或者王思聪这样的好伙伴,人际关系永恒的定律就是平衡交易,永远别想着靠任何人,二十一别人在跟你说他喜欢的东西时,希望你不要反驳,因为我们都很认真的在说, 而你却说我们喜欢的东西有多么不好,你的直败,只是自私,二十二去别人家做客,别人让你看电视的时候,你就该走了,面试时,老板脚一直抖的话,说明对你说的不感兴趣,一旦停下抖动的腿,说明你说的他感兴趣了,你在和别人交谈时,别人一旦深呼吸,那就表示他不想听, 正在强压下自己对你的态度,二十三不熟的人别乱开玩笑,熟的人也是,二十四不要在讨厌的人面前,露出你讨厌他的神情,不要在认识你讨厌的人的人面前,说你讨厌的人的坏话,二十五不要对自己关系好的异性朋友下手,二十六 女生别和女生太熟,女人的友情在爱情面前,不堪一击,二十七别对朋友说狠话,恶与罪伤人,二十八请对待服务行业人员态度好点,二十九初次见面时,要努力记住别人的名字,三十在最愤怒时,忍住罪伤对方的那句话,三十一不说狠话,不做软事,三十爱别人可以自嘲, 但是你千万不能附和,三十三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心之口快,三十四目光放远一点,你就不伤心了,三十五千万别,相信什么女主男阁层啥之类的,三十六别有时没事跟别人做苦,这个世上能感同身受的人很少,大部分人听听也就烦了,还有少部分人,会当作笑柄到处去宣传,三十七你生气或者能够伤, 内心负面情绪满满的时候,不要把负能量带给他人,更不要寻陷犯怒,如果你做不到,难过的时候最好一个人待着,因为不是所有人,都是你的亲人和很好的朋友,在别人看来这都是没有缘由,就被你散播了负能量的行为,日子久了,别人就不愿意接近你了,三十八有了男朋友之后,不要断绝所有朋友联系, 因为最后当你男朋友丢了,你会发现你一无所有了,三十九永远不要对一个人的努力赤之以鼻,此时之风势总会来,该懂的道理总会像得肉一样,日渐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,越全面的三十九条,建议,你一眼就明白,也认你人生大好年华,可以闲听信步慢慢走, 就等时间都经过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